《貴手大廈》 貴手大廈應該是全地球密度最高的地點 理論上一輩子不用走出大廈都可以生活 進了結界 還進了 真的很好 這個天台可以看到貴手大廈為什麼這麼震撼 感覺有點像大俠局 在香港也找不到這麼巨大的九樓 九樓一面好像有Wonster一樣 這裡絕不是貴手大廈 這裡住每個人都是人 100萬種生活 在享受香港地的生活 健康中別人 Pisces 局長 實如瀋舔五座雙年大廈已經有半世紀歷史 拍完變形金剛一夜成名 外國人幫她起了名叫怪獸大廈 亦成為不少人的打卡熱點 最近有一個日本人來打卡都不夠 索性搬進來煮 大家好,我是令牧,我是拖山拖中的日本人 現在我是在香港工作,有時候我拍片自己做Youtuber 2014年第一次來旅行就哀想了香港的令牧 兩年前索性搬來香港工作和生活,自學廣東話 為了體驗更地道的生活,他決定每年都搬一次屋 第一年就住新界,第二年住九龍 今年八月就決定搬入香港島 有一些朋友介紹了一間泰國菜 我發現了有些人看上面 嘩,很大的桃樓 這個就是很中名的怪獸地下 嘩,很厲害 我決定了特丹本來這裡住 這單位是分開了兩個 那這間屋大約有幾大? 100至120呎 這一個月有多少錢租呢? 5500 5500 那你睡覺的話是怎樣解決呢? 我看你沒有床 有個… 就好像榻榻米一樣 對… 那你每次睡覺就要特地拿出來 對,很大工程,我做 那你平時都會在這裡工作嗎? 對,就是這樣 怎樣做法? 這樣的話就可以 就是這樣 鈴木平時在這裡工作的空間會不會很窄呢? 當然會很窄啊 如果呢,我放一個桌子和一個窗子 就沒有空間了 如果呢,工作的話就很難 對於外國人來說 可以對比香港的一個打架景點 這個日本人呢 看到一些旅遊書 一定會找到這個 因為 那條片的標誌 是… 香港的… 日本人… 你打得很快 不只房間小啊 這個水喉和花灑連在一起的設計 都是這裡獨有的 所以鈴木每早早 洗臉都會變洗頭 這個大廈住啦 會不會都跟上傳中 有些不同的地方? 工夫的經濟方面有問題 長生… 有… 有… 有少少… 怎樣呢? 裂痕 用紙巾來塞進去 之前是… 有這裡… 有很多… 這麼大隻? 這麼大隻? 好恐怖喔 好恐怖喔 剛剛本來這個房間 差不多兩三個星期 一直是這樣 我本來真的想看一看 內面的風景 但是… 就是想對著裡面 一開窗就看到… 看到那個… 很密集的那種唐樓的風景 慢慢的那個… 唐樓風景 是 對啦 那最後為什麼沒有選擇 對裡面的景色呢? 裂面的好濕 夏天 由照多晚一直聽 可以聽到 冷氣的滴水 很吵 寧木之前 在深水埗的唐樓劏房 住了一年 他覺得這種高密度得來 又有歷史感的唐樓 特別有味道 挺有的 不過這邊應該漂亮 顏色紛紛一點 紛紛一點 紛紛一點 紅色 一族的冷氣機會 然後重生的土產 摸下了很多 即是很有老香港的味道 老香港的味道 沒錯 五座大廈裡面 有沒有說有一個位置 你是特別喜歡的呢? 其中一個是這裡 很特別 就是五座大廈 練馬一仔 很少看到這樣的風景 其實我本身 真的完全不怕摸下去 就是 這個 現在 不能摸下去 都 真的 而怪獸大廈 這個一應俱全的社區 對寧木來講 都有另一類的魅力 在一個座位 和沙龍 最多 洗衣服的店 也很多 去想購買一些 生活用品 基本上都是在這個地方 就解決了 日常所需 我就 可以解決了 真的很方便 每次都用 應該補達的洗衣服務 來 來 這個衣衣好像是 同一間 同一間 同一棟 所以剛剛 其實出來的時候 已經撞到他 是 謝謝 謝謝 你猜一下他是哪裏人 哪裏人 台灣 也不是 不是 不是 日本人 他是 日本人 四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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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整天都見到他過來講 對 四位 有四位 有四位都見到他 有時有一個 有時有同朋友 你記得 對 有時有 他是炸雞蛋 炸雞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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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正宗 廣東 炸雞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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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先生你好 你記不記得我 香港大學 衛生大學 據我所知 應該是全地球 密度最高的地點 總共有二千四百多棟的單位 每個單位你當它保守一點 四至六個人住 結果計算出來大約一萬人 人口是多到 憑一座跌積物 就可以有一個區議員來代表 所以這個是香港 我想差不多是唯一一個個案 怪獸大廈其實是五座相連的大廈 分別是海山樓、海景樓、益窗、益法 和福昌大廈 據聞統稱這裡叫五下 因為這裡的人口密度極高 所以這個E字形的建築結構都蠻複雜的 我剛剛集數 海山和海景樓已經有八個入口 大堂打通了 但其實兩個入口的名字又不同 但基本上樓梯一上去都是一樣的 同一個空間 難怪的 每次由一個入口進入裡面 每次出來都不同 五下每層大約有四十四個單位 那些走廊又長又窄 而且錯綜複雜 剛剛本來的時候 已經不懂得住 不懂得住家 咦?這裡是天台來的嗎? 對,是天台來的 還有一層 完全不知道自己是哪一種 我做,很複雜 一開始送送,這一區會不會很複雜? 會有的 因為有些挖頭巷 或者有些 零一那裡去過零二 那些 嘗試可以去另外一個大廈 由這裡 C就是海山 這個就可以通過海山 即是我們已經進入了海山的範圍 真的好像迷宮 突然間出現一些出入口 或者樓梯 或者電梯 那究竟通不通到E或AB 還不知道 不如我們去那邊看看 還可以走 還有嗎? 還有 OK,盡頭沒有了 哦 海山和海景就連著 就是有九條來看 但電梯就真的有很多 我也想不到有多少 如果我剛搬進來住 我想真的好像童話那樣 拿定一袋的豆 一邊走一邊審 五下原名叫做百家新村 六十年代開始起的時候 已經在賣牛花了 當時因為有金融風暴 銀行擠堤 以及一些華資銀行倒閉的事件 令到發展商要靠銀行借錢 才可以繼續起 搞定這棟樓那尾 去到1972年正式落成的時候 已經要由另外一個發展商接手 分拆成為五座大廈各自起名 他看回那時百家新村的廣告 很厲害 也挺搞笑的 破紀錄 破世界紀錄 破本地紀錄 世界全球最便宜的分期付款金額 香港那裏就是每平方尺最便宜 他那時的反應非常好 很快出賣了 那時的設計 建築條例很重視採綱和通風的需要 裡面的住宅單位一定要夠窗 依置中間有一個庭園 符合法例上的需要 近期荷里活特地走來取景 因為他覺得舊得來有些破落 又好像亂 但有很多科技 這個就叫做彈污獨博 很科幻式的壓迫感 跟下面的妄想完全不同 你看那間 有一個欄杆圍著 好像在懸崖那裏生活的住宅 這裏這麼密集的 一轉過來變成山林 全世界都找不到這樣的對比 17 樓有些通道是通出這一輪 發現好像有幾層的天台 其實為何會有一個高低不同的分別 因為它的光影法 即是要保障某個時間 都有陽光照射 所以你看到最上幾層 不是直接赤裔 一級一級的造法 就會形成有些平台 唐樓那時就是地鋪 上面是住的 怪獸大廈都可以是同樣的功能 但它的規模就大很多 所以是一種超級的唐樓 戰後很多人開始湧入香港 當時地產商的策略 就是要多和便宜來銷售 海山和山景樓其中一個很大的特色 就是這裏還有不少小店 是商駐混合的 現在我準備去一間 已經開了超過半世紀的理髮屋 這一層基本上 現在有九成都已經是純住宅的單位 唯獨是還有兩間小店 就是一個中醫的診所 以及這間美髮屋 都仍然在用相住模式的經營方法 Hello 同姨姨你好 Hello 這間髮型工叫做東京美髮型 東京的字 兩個字是我媽媽的名字 只做這個五下都已經挺精彩 很多客人 梅姨由公公那一代 開始在日本做理髮店 打仗時 輾轉來到香港定居 她爸爸在海山樓落成那一年 買了這間店 一家人一起經營理髮店 因為以前上海店有分男介 有分女介 我們都很專注是女介 當年生意是很好的 排隊 真的擔椅 這裡的椅子都已經擠滿了 那個大廈買回來的時候 有寫明的 二到五樓 都可以做商業 又可以住人 最高通都是由七幾 這裡到八三年代的時候 有中衣、有西衣、畫畫斑 有裁縫 不過現在就認識來了 算是我們最長的一間 五下現在只剩下這間路店 由大廈落成到現在都沒有搬過 雖然梅姨現在不在這裡住 但其實這裡同時是個住宅 店裡面所有裝修、家具、用品都用了 接近半世紀 就好像歷史入面承住了的一個角落 西德野來 以前從銅鑼灣搬來的 有六十年了 還有這個東西 還有這個桌子 整套都是 沒有變過 以前的木很好的 有木 裡面的乳膠都沒有換過 是否全部都在香港 應該是 以前的老師傅做得很好 沒有下釘的 是筍位 現在要體驗超過半世紀的洗頭 攝影師你小心 有什麼影響嗎 沒有 close-up 很舒服 可以沖水 來吧 開始 OK 哇 椅子很舒服 還有看著很懷舊的天花板 感覺很搞笑 很特別 嗯 夠了 這些真的幾十年了 椅子也是幾十年沒有換過 是啊 對 這張椅子的設計是否 對 那就不會掉落水槽了 沒錯 我們年輕的人很少會洗頭 我們 應該好看 是嗎 太好了 即是可以催得美 對呀 自己催不到這麼好的 而且現在年紀大了 更加需要 那你有沒有說多久來一次 一個星期 一個星期日一次 我發現熟客也是一星期會來一次 幾遠的水路都會過來 謝謝你 不用 可以嗎 可以 很棒 年輕了 年輕了多少 這是我的招牌 因為是東京的靚妹幫我做的 很久很久了 半了幾十年了 他以前在這裏住 現在搬到屯門 每個星期都來一次 你回去到家裡 我去過後 我會早 那個短短短 我心裡多不舒服 我沒有得來洗頭 我使得不好 這個我真的很久 很粉絲 不是客人 老友記 我們七十幾歲 我們在這裏玩了幾十年 謝謝 因為我們很少去拍照 就不發現原來我們這座大廈的吸引力這麼大 跟其他大廈真的截然不同 外形和裏面的設計也挺好的 下面有個平台 讓人看到空間也挺舒服 和通風 這兩年因為疫情關係 遊客少了 令到這個突然之間成為了打卡熱滿地的住宅 回歸寧靜 不過 無論是在這裏做事 還是住的人 都希望來到本客的人 拍照之餘 都可以尊重他們生活的地方 第一 我強調 這裏絕不是怪獸住的地方 開這個名的那個人 他真的很不尊重這裏的人 所謂的怪獸 就是當年這裏拍過鐵金剛 那你為什麼不是鐵金剛大廈 還有有些人 他來到拍照 是很破壞我們的平台 喝完的東西 那些垃圾也不拿走 其實說了一句 我覺得是來的就是缺德 五下因為業權太分散 很難被收購重建 但如果強迫條例 令這裏真的有一天面臨清拆 他又應該以什麼面貌去保育呢 這些商業住宅實用性的建築物 設計的作用就不是一些古蹟 是有一個美學上可以觀賞的價值 很難你會是有一個理據去做保育 除非它是達到某些社會價值 怪獸大有這個前景的 因為國際文靈 就是黃都戲院米 繼續用這個反而是最好的一種保育 有時候從小看到大 你記得了 早起早走走回來 我學這裡 這條街 我叫最久 你不來找我找誰 老闆的 我們都幫助他 對 有多好啊 非常好 非常好 謝謝 我謝謝大家